台中科技大学气管系 经营300多名系友参加 中午的餐会还席开30桌 新任理事长吴绿谦 目前担任风光AI窗总经理 他在就任典礼上致辞表示 希望透过系友会平台 促进系友间的交流合作 支持母校的发展跟教学 并且为学弟妹们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跟就业机会 那这个平台呢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校友都找回来 那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邀请 很多产业界的 有实务经验的企业家 或者是有一些前瞻思维的专家学者 来为我们这个平台 来分享一些关键的理念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有意义 有建设性的一个交流 让我们的系友会的一个彼此的情谊 能够增进 而且大家可以一起学习成长 这场交接仪式 还请来前太阳马戏团舞者张义军 演出一场当代艺术的精彩舞蹈 前来参加活动的台中科大副校长陈同校 亚洲光学董事长赖以仁 总经理林泰朗也都上台致辞强调 台中科大是台湾中部知名商业人才的摇篮 企业管理系培育出众多杰出校友 未来希望以系友会的力量 带领系友跟在校生 走向更高更远的发展 我想立川理事长最大的特色就是年轻 我们中科大事实上一个百年的一个学校 事实上能够有这么年轻的理事长带领我们 再次向前冲进 让我们中科大未来能够再创巅峰 协助我们的学弟学妹 协助我们的晚辈 能够提早找到他们人生的方向 提早找到适合他们未来 在社会上可以贡献的这一个立足之地这样 第七届气管系友会理事长吴绿谦经营的风光AI窗 拥有亚洲第一超高水密认证的智能窗技术 已经成为台湾气密窗第一品牌 年轻幽默又有活力的吴绿谦 心地善良让他的企业经营有了杰出表现 受到母校师生跟校友师长们的肯定 在典礼圆满结束后 吴绿谦还上台高歌一曲 展现美好的歌喉跟群众魅力 记者黄怡婷 陈文旭台中报导 我们的学校师长 还有我们的校友 我们的优秀的学生 大家莫同努力,謝謝